华夏五千年历史悠久 我国自古以来是礼仪之邦 在古代人们很注意自己的名声和礼节 古代的女性更是把自己的名节看得比生命还重要 曾经有个将军因为无心的一句话 居然让一名无辜的女子跳河自尽 令人唏嘘不已 吴子旭是春秋时期 著名军事家 她在正国时卷入了纷争 被敌军追杀 于是她只好向无国逃亡 狼狈地逃到一个河边 此时吴子旭已经饿得走不动道了 河边有一名年轻女子正在河边洗衣服 春秋时期 陌生男女是不能随意说话的 吴子旭此时也顾不上那么多 便去向女子讨一顿饭 欢杀女虽然觉得男女同时一餐有损自己的名节 但看到吴子旭面黄肌瘦 还是善良地把自己的饭菜给了她 吴子旭吃完后十分感激地谢道 多谢姑娘 我是个痛击犯 但不是坏人 是受人诬陷的 欢杀女并没有说话 只是摆了摆手表示无碍 吴子旭临走之前 无心地说了一句 如果有追兵询问 请姑娘别吐露我的行踪 等我发达了 必有千金酬谢 欢杀女听后 当场脸色铁青 转身从岸边抱起她石头 居然投合自尽了 吴子旭待在原地 很久才反映过来 欢杀女善良也刚烈 她不惧名节受损 把饭菜救济了吴子旭 而吴子旭居然不相信她的为人 欢杀女只能用死来证明自己 吴子旭懊悔莫及 很多年后 官智大夫都没有忘记 这个善良的欢杀女 后来她带着千两黄金 回到河边 把千金都投入 欢杀女自尽的河里 兑现了自己千金酬谢的诺言 成语千金小姐 也是出于这个典故